在我们生活中 一条江一条河 能够增加我们生活的 城市环境的灵性 但是如果是在战时 或者是在抢险救灾的时候 这一条江一条河 就可能成为我们作战部队 或者是救援力量行进的阻碍了 这个时候就要靠我们 能够横山开路浴水大桥的 工程兵来上场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来到了一片开阔的江面 那么今天的军物零距离呢 我们将在这里 来看一看中桥专业的战士们 如何发挥他们的技能 为地面部队建起一座 江面上的快速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早的意思就是利用小船 在水面相互连接形成的桥 我们这个周桥专门 主要是克服大幅度的河流 这种天线 比如说如果说部队要过河 上面的桥梁 大型的桥梁被毁了 相当像这种情况下 才会用到我们周桥部队 当然现在的周桥 不用真的去找小船来打 利用这样机械化 标准化的模块就可以了 它正式的名字叫做门桥 而操作这些体型庞大的门桥 就是周桥兵的基本功 这两个战士怎么能把这么大一个几吨重 几吨重的这个模块 给它放到水里去呢 解脱船之后我们战士居然是在水里 用手来调整一个钢手的位置 这些投入水中的门桥 就是搭建一座浮桥的基本魔化 别看每个都有几吨重 但对于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江面来说 那也只能是一夜偏周一般 战士们要熟练掌握门桥之间的结合方式 才能很快的进行模块化的拼接 形成更大的驾潮模块 他们在指挥员的口令和旗语中 协同合作不调一致 才能让人的力量 把这些铁哥的有序的调动起来 投入江面的门桥越来越多了 现场也越来越热 但是车上每一个驾潮的模块都 在我眼里都是一个旁人大物 但是要驾驶一坐 能够从我这边一直横跨到 江对面的这样的桥呢 需要多少这样的模块呢 五十多块 五十多块 江面上的门桥组合工作基本完成 但它们并不能直接组成桥梁 而是先组成大概十几米长的桥段 接下来我们需要另一性装备的帮助 我们刚才呢 我们已经看到有些这个组成的模块 已经在水里面飘出去了 现在我们正在投放到水里的呢 是用于推动这些模块进行水上组合的这个机体 我们看到机领就专门的这个车辆进行运输 然后呢到水边之后呢 我们这个水这个车呀 为了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机领呢 入水之后有足够的这个水深啊 可是要开一半到水里远去之后 还能把我们的机领放下来 一会呢 不管是在这个周潮的这个组件 包括这个 奥运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这些机领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 这些机领看着并不是很大 但却有着惊人的力量 几艘机领相互配合 就好像一只大手一样 在江面上摆放周桥模块的位置 就像搭积木一样 当然这要求这只大手在足够有力之外 还要足够精准 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气领的作用了 那相当于是在这边呢 顶着我们这个周潮的模块啊 往它这个这个进行 组装这个位置呢进行前进 前面呢我们看到在前面的这个周潮模块上有我们的战士的引垫 上面就位了 他们来负责呢把我们这些这个周潮模块组接在一起 可以看到在这边这个驾驶系领还是一个比较有技术的模块 要利用这个水流 同时呢要预判这个模块的行驶方向 最终呢要把它准确的送到前面 就大家看看我们前面那个位置 前面那边的组装现场 这非常的准 我觉得几乎完成了前面一大半这个组装工作 所以开汽艇是一项操作要求高 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 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着学习一下 教我开汽艇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操作手 他对汽艇的控制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达到了人挺合一的境界 这也是我学习的目标 当然一开始都得从基础开始学 这个朝前推就是前进 这个朝前推 对 这两个一样吧 对对对 这个是左急这个右急 你要两个一起推 如果你一个一个推 它就会你推左边 会外是吧 对对对 它就朝右边了 你先开试一下吧 那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好 我先要开个前进一边是吧 对 要推到位 对 要推到位了 要推到位了 对 对 只用两个挡 一个前进挡 一个后退挡 对对对 对对 我们这个方向盘 一般都是一个手机这样锁住 卡住这个位置 然后来围着这样 来围着这样打就行了 你打多一点 它就能摆得快一点 是的 这就是全部的教学内容 前进 后退 原地打转 就这几个基本招式 它这船转得太多快啊 三十码不到 三十码不到 嗯 像你们学这个东西 要多长时间才能整个事做错 我们基本上是三个月 三个月 前一个月要学理论 先接理论 对 要把这个理论学了 然后再是两个月的实操 一般上我们真正能伴随保障任务的 要需要一年 那为什么操作如此简单的气艇训练周期要一年呢 班长决定给我演示一下怎么用气艇推门桥 这里 班长就用之前的基本操作 就能够推动巨大的门桥组合体 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我先拿走啊 那对 那我小心一点 我对着先拿走 你看我现在顶这个位置 他现在只能直着走 你看一下啊 快到的时候我们一般要轻一点 不然你撞门脚破坏装备容易 然后像我们这样 这时候走 看见没有 他正好是直的对着下面走是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要桥远调一点 调不要调太多 这个东西你要自己把握好 自己把握好 自己把握好 这是班长给我最重要的嘱咐 而这最难的恰恰就是把握儿子 首先把握不好速度 就会跟门桥追尾 基本上我们的正中线 追着那个就行了 然后如果把握不好顶推的位置 门桥就会偏离方向 再就定了 再就定了 我在驾驶室里 都能看到门桥上的战士们 向我这边投来了担忧 而且关切的目光 他们一定觉得 今天这条气艇不太对劲 不好意思啊 洗手啊 我们来到门桥上去 是那边是吧 我来 来 我艰难的在和不听使惯的方向盘搏斗着 气艇就推着门桥和战士们 在江面上画龙 最后我想算了吧 赶紧给他们送到岸上去 不然他们都得晕船 像我们刚刚说的一般 他们这两个机构都会在江东间打断 确实驾驶汽艇来移动门桥 是一件费力而且需要技术的活 但是如果把这项技术练好了 就已经可以在实践中 实现人员车辆的渡江任务 没错 甚至还不用等到 把完整的浮桥全部搭建完成 现在我们要进行这个训练项目 叫做这个操作 我们现在看到是刚才我们用来 搭建这个舟桥的这样一个模块 现在中国这样一拼接 形成了一个有点像一个小船一样的 这么一个装置 那么现在呢我们前面呢 就是我们的卡车 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指纹业的引导之下 开到我们这个浮动的产品平台上来 接下来呢我们会有旁边的一个汽艇 推着我们这样一个行驶 在江面上行驶 可以去到对岸 也可以去到这个其他的一些 沃江的这个地方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建造一座浮动的舟桥的话 可能它的这个运气会比较大 目标比较明显 不易遭到地方的攻击 或者说呢那建造的时候呢 它可能耗时会比较长 这样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方式呢 就会更加的快速 实现这个车辆的主将这样一个任务 老师现在我们这个汽艇啊 刚刚所牵引着我们整个这个平台呢 在这个江面上行驶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这边可以感受到 我们汽艇的这个能量还是非常大的 能够拖动整个这样一个浮动 同时这个上面是装了一辆这个军工卡车的 现在我们离岸边越来越近了 刚才上车是对我们干事的一个考验 那么现在怎么样 我们让我们这个军工卡车安全的上岸 接下来新的考验 我们这种门桥准确的非常准确的 一步就靠到了岸上 这刚才我还担心它怎么减速 原来它就是利用它提前亮的这个预判 一次就把这个 我们这个平台 完成了像飘移一样的这个转弯 准确的停在这个我们上岸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通常是在敌行威胁较大 或者人员兵力装备不足 以及受自然防御影响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选用潮渡门桥的方式 进行碎形渡航工程保障任务 我们当前这个潮渡门桥的话 满足我军这个现有的所有装备 当然如果条件允许 架设完整的浮桥 让部队机械化过枪 效率会更高 我们还是继续准备架桥吧 这里还会用到另一型装备 那就是冲锋舟 冲锋舟小组会提前对甲桥水域的情况 进行快速探查 并引导部队完成甲桥工作 同时冲锋舟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 有没有 有落水 营救落水人员 也是冲锋舟操作手训练的重要技能 其实落水的时候呢 其实 水性很好 但是在这种江啊 河里面还可能遇到这种暗流 即使是穿着着这个救生衣呢 也不能 确保安全 所以如果有人落水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最需要的是快速的搜救 但是 谁来救我呢 已经隐隐约约听到了这个 冲锋舟 冲锋舟的声音 作水域来说啊 这个声音啊 就是 希望的声音 是吧 生命的声音 我们冲锋舟过来了 在我的前方 应该是 听到我的呼救 也就是30秒的时间 他们就赶到了这个 我落水现场 快速反应 及时救援 这让冲锋舟 经常随周潇部队 出现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 开火的水域 可以让冲锋舟 充分发挥快速的优势 我试过 开到最高速度时 会让你有一种 越水飞行的错觉 但是要在实战中发挥作用 光会踩油门 标速度还是不够的 我看这边放了几个 这个救生圈什么 这个是 这是我们平常训练用的 S型绕杖 S型绕杖 对 这比较密集的障碍物 我们要训练这种绕杖方法 你要试一下吗 这我能试 好 我们先把冲锋舟 开到这个边 这个边前面一点 对 这边有个障碍物 我们要躲住一下 好 在我尝试之前 战士们用另一艘冲锋舟 做了一个简单的演示 在他们的操作下 刚才急速狂飙的冲锋舟 突然变得如同泥鳅一般灵活 在救生圈之间快速穿梭 画出曼妙的S型轨迹 我当然没这个技术 我只能减小油门 慢慢来 速度一般我们训练的时候 像比较清楚的话 我们速度控制的会很慢 一般就带走过 没碰到 把完立马回过来 对 就这样 就这样 对 发挥加点速 好 这样周手一摆正 立马周手拉过来 拉过去 拉过去 可以 可以 这个操作能力 在情况没那么紧急的时候 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救灾 作战 好像并没有一个可以放弃速度的场景 不管是冲锋舟 气体 还是门桥 无论是架桥 还是槽渡 时间都是最关键的 现在 装备急整 人员到位 实现一桥飞驾 直到一声令下 过一点 超一点的 没关系 然后分软一点 比较不贵 那么接下来的步骤 就是要把这个 另外几十个 扶在这个 江面上的模块 对 第一个对接 拉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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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ę 我ちょoma 拉减 来了 проф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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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往水命都仅贴 往水命都仅贴 sociale 接下来 快 走 我要许自己了 这边 来来来 走 走 眼看马上就要设立合笼了 但战士们却遇到了问题 那边 汽艇推来最后一截门桥后 战士们经过努力 最后还有三十公分左右的口子 大家努力了几次 还是没有能合上 今天采取的就是两岸架设法 就是从两岸往中间架 往中间架到最后一步 就是浮桥的避塞 那浮桥的避塞 就是整个浮桥架设的一个关键 如果潮汐涨退水过快过慢 也会影响我们的避塞 我们浮桥的设计的长度 跟我们架设过程中 这个变化的长度 如果说幅度超过一定的范围 也会导致我们这个避塞不成功 或者很难避塞 因为这个受到水流和水位的影响 现在河龙位置最后还差三十公分 这个时候呢 需要我们整个浮桥旁边的这个汽艇 和最后一节这个门桥上的战士相互配合 还在距离还在缩小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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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汽艇的顶推 战士们抓住机会 一把把两块门桥紧紧锁住 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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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桥完成河龙 但要说大功告成 还为时尚早 天哪两三米了 天哪两米多了 天哪 赶紧的 在岸上测量人员的引导下 每个门桥逐个修正位置 确保打桥的直度 我和满头大汗的战士们一起 觉得这下他们可以喘口气了 但是突然江面上响起了警报声 现在我们这个现场响起了这个防空警报 来模拟遭到地方空袭的这样一个战术背景 现在呢 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刚刚搭建的浮桥 到我们桥上呢 放起了这个发烟罐 用浓烟来遮蔽地方 侦查我们这个视野 哇 这突然江上这个浓烟滚滚 虽然这种方式比较简单粗暴是吧 但是要在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智能化 精确制导弹药使用的一个战场上呢 还是能够起到很好的阻断地方 侦查和打击我们的这个效果 通过这个烟雾的掩护呢 来保护我们这个大桥的安全 接下来我们这个运输的车辆车队 现在就要通过这里呢 来过江了 小小的考验之后 车队终于可以上桥过江了 战士们告诉我 一般驾通扶桥后 周桥分队会先派一辆车 先行通过扶桥 检验整座桥安全稳固之后 后续的车队才上桥过江 而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坐在旁边的汽艇上 看着这些车辆 驶过自己亲手搭建的扶桥前往一线 这一刻他们觉得 哪怕浑身泥水满身伤痕 都是值得的 两个门桥连接顺利 最终然后我们这个扶桥架势顺利完成 看到我们兄弟单位的坦克车辆 然后通过我们的扶桥 然后这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除了保障部队机动畅通外 周桥兵的特别技能 也让他们常常出现在抗洪强险的第一线 在和平年代里 成为守护我们安全的一支骑兵 在救灾现场上我们主要是转移受灾群众 以及打捞救护我们落水能源 我们门桥的话也有 作为我们一些岸上的转移等等 相应这个任务也有 我们这位周桥兵 红山开路 也是一架枪 其实我们周桥兵是比较苦的 去抗洪救灾 首先是我们周桥兵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团体 这是我们周桥兵 非常光伟的就是在和平年代里 市场购买的20号 这个是楼兵了 就是在和平年代里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